好,各位同学,各位好朋友好 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立位纪第十一章 我们会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九节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第三个部分 立位纪的第三个部分,Purity 我们已经念完了part one的Ritual,part one的Priest 现在进入到part one的Purity 主要是在讲Ritual Purity 那十一章到十五章在立位纪的里面 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他会讨论到一些Ceremonial Impurity 就是在仪式上面的干净不干净 然后呢,很奇妙的是 这五章在开始的时候都是 Now the Lord Spoke to Moses 或是Spoke to Moses和Aaron 都是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的小遇说一些事情 为什么只对摩西和亚伦说呢? 那很简单,因为摩西代表的是一个Government 那Aaron代表的是一个Priesthood 是一个祭司 OK,所以第十一章呢 主要是要念到什么是Clean 什么是Uncleaned Animal 他们可以用在仪式的上面 然后可不可以吃这样子 我们今天念不完 我们大概只能念到第十九节 OK,我们就要在开始以前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个字叫Cosher 大家一定听过 Cosher呢是英文 那Hebrew原来的原文呢是Kasher 那Cosher这个字呢 就是表示是Pure,Proper 就是比较干净的 很适当的Suitable Fit for Consumption 可以很适合可以吃下去的 那立位祭呢 十一章的时候呢 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饮食上面的一个限制 那这个饮食上面这个限制 这个律法呢 就包括说什么东西不能吃 像不能吃猪肉啦 不能吃有壳的这种海鲜类 但是这个规则是不会应用在其他人的身上 所以这个立位祭呢 十一到十五都是对以色列人说的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分别出来 然后跟其他的当时其他的这些国家呢 分别出来 那当这个Purpose已经好的时候 这个Purpose ended的时候呢 那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呢 耶稣曾经在门徒里面就在讲 尤其是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 从外面进去的是不能污秽人的 你吃什么东西进去 是入肚腹而不是入到心 然后从肚子呢 又到厕所里去了 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九节 讲得很清楚是 各式各样的食物通通都是洁净的 然后耶稣接着在交代说 其实从人的心里面出来的东西 才是污秽的啊 像什么恶念啦 狗和偷盗 凶杀煎 巴拉巴拉这些 这些所有的恶呢 都是从心里出来的 是能够污秽人的 所以到了现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都没有这种限制了 那在出埃及 不是不是这什么 这是那使徒信在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那个Cornelius 第一次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时候 会是由彼得传进去的 那彼得做了一个梦 那个做了梦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像一块布一样落下来 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这些四族的走兽昆虫飞鸟 然后这个声音就跟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吃 可是彼得说 哎不行啊 这个我没吃过 这是不洁净的食物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神又在第二次跟他讲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个是在 十五经传第十章 第十五节的时候 讲的 Do not call anything impure that God has made clean OK 所以他这个都是在 这个能吃不能吃 现在都只是在立位纪里面 我们在讨论 那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 他就是fulfill了所有旧约时候的律法 那旧约的律法 当然也包括了 clean food 或者unclean food 能不能吃 这一道的律法 那fulfill那个 Old Testament law的话呢 我们可以从 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 可以看得出来 律法的总结 就是耶稣基督 到后来的话 像我们这个年代的话呢 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可以得着意 我们已经不用去 守这些摩西律法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讲得很清楚 那如果不守律法 律法是做什么用的呢 律法呢 其实就是一个迅蒙的师父 他只是把一个标准 塞在那边 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不足 所以呢 这个律法会引我们 到耶稣基督那里去 我们到了耶稣基督那里去 我们就会称义 所以呢 耶稣基督是因信得救的 这个理 这一个law 他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不会在 这个律法的下面了 不在这个师父的下面了 所以呢 我们都是因为 相信耶稣基督 而不是说去履行律法 而成圣的 而成为这个神的儿子的 以福所书第二章十五节 讲得很清楚 当耶稣呢 为我们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用他的身体 来废掉了这一切的东西 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记在律法上的 所有的规条 OK 所以就是说 这个立位记 我们现在在念的呢 跟现在新约 我们的新约的圣徒 比较 不需要 尊崇的这么多 但是念的时候 很好玩 所以就是 那个我们在读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常会看到 kosher food 这些东西 kosher food 讲起来就是 要符合犹太教 教规的食物 那hebrew的那个原文 希伯来原文呢 叫做kashrat 那中文翻成结石 就是干净的食物 那一般来讲 kosher food 他们要参考的 很大的一个章节 就是我们这个 立位记的第十一章 以后会 生命纪十四章 一到二十一节 会再重复一次 可是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犹太人呢 这个以后把这个规则定的 就是越拉越多就对了 所以你会发现到 有很多 其实这种kosher food 的这种规则 规定 你不会在圣经里面 发现到 你不会在立位记十一章 或者是生命经十四章 甚至于其他的章节里面 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们后来加进去的 所以你如果要去看 犹太人的kosher的话呢 是有two kinds of kosher 有哪两种呢 一个我们就讲说 是根据圣经上面来讲的 那叫做bubblico 那bubblico 其实里面 在圣经的里面 把这个食物定成 那个洁净 clean的 unclean的 一个章节呢 其实是要比摩西五经 不是讲摩西五经 应该是摩西在立位记 在西乃山半岛 接受到神的律法之后 教给大家的 这个时候要早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最早的时候 应该就是在创世纪 第七章第二节 那是挪亚 建方舟的时候 那个时候 神就已经跟他讲了 然后干净的处类 clean的呢 你要带七公七母 因为可以祭祀 不洁净的呢 你带一公一母 以后繁殖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bubblico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kosher的事情 那但是后来 以色列人的这个 这个rabbi 他们的这种 领导人呢 他们会把它变得很大 所以他通常来讲 他们会有一个传统 所以是traditional 所以traditional 他们的规矩 是根据rabbi 所以是rabbenic kosher observance 是因为这个rabbi 规定的 那rabbi规定的 这个kashrat的话 就除了圣经上的教导之外呢 他必须要跟他们的 halakha 要符合 要符合这个halakha 上面的规定 我们等一下会 跟大家再复习一下halakha 因为halakha 我们以前提过了 那kashrat 他的这个 这种kosher上面的 规定的话 他这种食物的话呢 会讲得很清楚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而准备的时候 什么东西要小心 不可以碰到什么东西 这样子 那在准备的时候 如果有这种 要宰杀动物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 一种步骤 他叫做shashita 如果是shashita的话呢 要根据他的这种 规矩这种方法 然后要去宰杀 各式各样的动物 那kosher讲起来的话 kosher food讲起来 最简单的呢 就是有三个规则 一个他叫kosher basic 所以他比较会管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吃肉的地方 还有呢 牛奶的地方 或是奶的地方 dairy product 还有一个就是pervary peravit peravit就是中性食物 除了肉跟乳之外 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如果是跟肉有关系的话呢 他绝大部分的规矩 都是在立位纪十一章 和生命纪十四章的规矩 所以他包括了动物的肉 这种哺乳类动物的肉 还有呢 就是家禽 这种fow 天上飞的鸟 那个地上 地上游的鱼 这些东西会 我们等一下会在十一章的时候 一一念出来 那另外他的dairy product 也很重要 只要就是他们要喝的这种奶 这种milk 他一定要从 cosher animal出来才行 我们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什么是cosher animal 什么是干净的动物 所以不干净的动物的奶 是不能拿来吃的 一定要只能吃这个 cosher animal的奶 那这种奶呢 他的这种乳制品 包括了真正的milk 还有呢 做成了这个固体状的 像butter 或是yogurt 或是cheese 不管这个cheese是 hard cheese soft cheese 还是cream cheese的话呢 这个里面的规矩都很多 那最重要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在 因为他们 我们等一下会念到 他的肉跟他的乳 根据cosher basic 规定是不能够混合的 所以他们在做 这个乳类的时候呢 不可以有任何 动物的成分在里面 如果有动物成分在里面呢 这个乳制品呢 就不可以吃 那像什么呢 像他在做的时候 他加一种那种 可以让那个牛 就是让那个乳 milk可以condense在一起 变成凝结在一起 变成一个cheese的时候呢 很多商家会加一种东西 叫rennet 就是一种凝乳酶 可是如果说是 cosher food的话 他不可以加凝乳酶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rennet 是从动物的胃 那个尤其是小的那种 那种反厨动物的胃的里面 提炼出来的 所以呢 如果一个milk 加上了这个rennet 这个凝乳酶 去做出来的cheese 是不可以在cosher cosher的那个饮食的上面 它是一个big no-no 它这种cheese是不能吃的 所以不可以加rennet 另外还要小心就是 他在做的时候 他不可以加什么 他不可以加gelatin 不可以加果冻 不可以加吉利丁 香港人是称为这个鱼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gelatin 它是胶原蛋白来的 胶原蛋白呢 很多的时候呢 它是从动物的身上来的 因为它是动物的 结地组织的一部分 所以像什么肉皮啦 还有那个tendon啦 那些筋啦 那种ligament 就是说是骨头 它可以萃取出来 然后呢 可以拿来做这个果冻 如果有任何这种gelatin的成分 放在牛奶的里面 也都不可以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我上礼拜呢 去参加了一个 学习小组 我们用那个gelatin 来做这个3D果冻花 做出来 花了大概四个小时 做这个成品 还不错 不是很好吃啦 不过很好看就对了 OK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 就是 我刚刚讲过 它的肉跟它的奶 是不可以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常常在 我旁边有那个犹太朋友的时候 我们常常出去吃 英文奥伯格的时候呢 他们就 不可以吃cheeseburger 不可以把那个 奶制饼跟 跟肉制品一起吃 但是奶制品 肉制品 不可以一起吃呢 其实不是圣经上的规定 OK 圣经上并没有这么讲法 这个是他们以后的 kosher kosher no rabbi no tradition的方式 在讲 所以我这边 放一个kosher呢 你就知道说 跟圣经上的规矩 比较没有什么 连接 它主要是 他们的oral law 他们的那个 rabbi方面的规定 那他们根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章节 就是在出埃及记 23章第19节的地方呢 就在讲说 不可以把这个山羊糕母的奶 那个去煮山羊糕 就是不可以把一个young goat 煮在他这个妈妈的这个牛奶的里面 可是我们知道 当这个 你现在查 姐经家都在解说 这个是 当时是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说 为什么会这样讲 可是后来犹太人呢 他们的这个rabbi 把它定得很严 他只是说 young goat 不可以在这个 goat妈妈的牛奶里面煮 可是以后就变成说 什么样的动物的奶 都不可以去煮 什么样的动物 所以就规定的很严格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 在马太福音23章24节的时候 曾经为这个事情 把当时的法利塞人 Sajutis 都骂了一顿 就讲过说 你们这瞎眼里露的 萌虫你们就滤出来 萌虫就是小虫子 小昆虫 那 net 那种像小苍蝇的那种东西 他说 你们要吃东西之后 你们会把这个net弄出来 可是你camel 你就会把它吞下去 我们等一下会念到 camel也不能吃 萌虫也不能吃 萌虫我们下次会念到 这种insects都 就规定的 也是规定的很严格 所以就两个都不能吃 可是你这个滤法呢 你在念的时候呢 你太注重小的地方 你把那个真正大的地方给忘了 像什么是love 什么是mercy 什么是face 什么是forgiveness 这个法利塞人 通通都忘记了 所以当时呢 就被这个耶稣骂了一顿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觉得 这个不是很合 很合bible的 bible的这个讲法 但是他们犹太人的那个 就是那种orthodox 是遵从的非常严格 他们的奶跟他们的这个肉 是不可以混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刚刚讲过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章节 然后他们当时就在 姐经家又给我们解释说 因为当时这些pagan 他们这个旁边的这些外邦人 什么尤其是这个 埃及人 他们当时有一种 有一种ritual 就是如果家里 生不出小孩来的时候 有那种infertility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去把一个 young goat呢 煮在他们那个 他妈妈goat的那个奶的里面 然后把它吃下去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好像有一个 你知道一个像一个 咒法一样 他就会就会怀孕了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出埃及记 23章19节就规定说 不可以这么做 那就是要破除 当时以色列人 要follow这些外邦人的 这些idolatry 要崇拜这个偶像 还有superstition 很迷信 所以神不要我们去做 那个很wicked的事情 很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23章19节 他这么讲的 他不是在说 不可以吃cheeseburger的意思 那除了culture basic 除了对肉 对这个dairy有规定之外 他另外对其他的食物 叫periv 好像是这样念法 还是periv 像念法的话 就是中性食物 其他的东西 只要是跟这个肉跟奶 没有关系的食物 都不能够跟肉和奶 来混合在一起 那就包括了 像蛋啦 鱼啦 所有的水果啦 蔬菜啦 还有骨类 这个吃的饭 还有juice 果汁 或是pasta 面条 soft drink 汽水 还要喝咖啡 喝茶 还有吃糖 还有一些其他的snack 在准备的时候 culture food 也有很强的规定 第一个 在蛋的时候呢 蛋的里面 不可以有任何血丝 所以像菲律宾人 喜欢吃那个 蛋里面有鸡的 那种那种东西 那种除鸡蛋 那种不能吃 他那个英文叫 balloot 那个是菲律宾的 一个很 很美食 一个delicacy 那这犹太人就不能吃 因为蛋的里面 是不可以有血的 那其他的像什么 水果啦 vegetable 还有那些骨类啊 一定要洗干净 里面不可以有小虫子 因为你知道 它那个昆虫 也都是不能够吃的 所以这样 那个fruit vegetable grain 都要洗很干净 那在做一些snack 像巧克力啦 或者是cookie的时候 在做的时候呢 记得那个锅子 不可以沾肉 不可以沾奶 你看我妈也 应该是犹太人 她我们家煮饭 以前规定 混锅塑锅 绝对不可以混的 一混起来的时候 她就 我妈会拿那个锅 敲我们的头的 所以这个 Culture Basic 这些是 非常的严格 所以如果通过了 它的规矩的话呢 那这个食物 就会label是Culture 所以你若到 超级市场去 买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Culture 你就知道说 它是符合 这些rabbi的 这种规定 那如果不符合的话呢 它也有一个字 叫Tarif 好像是这样念的 这个字其实是 是Hebrew 但是这个Hebrew 到第九世纪的时候 才出来 它是当时的一群 这个犹太人呢 他们到了这个西德 然后他们叫做 Ashkenazi的这种Juice 他们讲的那个话 叫Yadish 所以Tarif 是一个Yadish 所以如果没有根据 Halaka 没有根据这个rabbi 他们规定的东西 去准备 这种Culture Food的话呢 它反译词 就是Tarif 所以你若看到 这Tarif的话 你就知道 是不合规定的 那什么是Halaka 我再跟大家重复 就是这个复习一下 Halaka呢 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呢 他们的圣经 他们分成三部分嘛 一个是Torah 一个是Prophet 一个是Writing 这个我们以前跟人家 跟大家提过 你们可以去 创世纪里面去找 我们有一篇是讲 Hebrew Bible 所以你们可以去 讲得很清楚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但他们的 跟我们的分法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是Torah Prophet 和Writing 他们的Prophet呢 叫Navi'in 然后他的Writing呢 叫Katuv'in 所以呢 他把这个字头取出来 TNA取出来 所以旧约圣经的Hebrew呢 英文就叫做Tanaka OK 然后呢 Tanaka的里面呢 一个很重要 就是摩西五经 就是Torah Torah就包括了 前面的五本书 《创世纪》 《出埃及》 然后《立位》 《民宿记》 和这个《生命记》 那这个Torah 他在写好以后 很多人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呢 犹太人就出了一本 一套书 他有六个Oder 那个 有六个不同的Oder 然后呢 他去解释 这个Torah里面的 这个金句 他这个呢 就叫做Mishnah Mishnah里面有六个Oder 也是规定很严 我们拿其中一个来看 比方说是Mohad Mohad是跟所有的 那个Festival有关系 那这个Festival呢 我们用这个安息日 来做 来做一个例子 他的其他 包括了一大堆 他们的这种 这种 这种什么 各式各样的 节庆 他们都有 规定的很严格 那比方说 是Torah里面讲说 在《出埃及记》 20章 九道十节的时候 提到安息日说 在安息日那天 什么工都不可以做 那当然大家就会问 什么样的工不能做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要去找Mishnah Mishnah上面说 什么工不能做呢 结果发现到说 有39种工不能做 比方说 Threshing 或是Baking 或是Sewing 或是Building 39个列出来 那这个Mishnah 写好了以后 大家就发现到 喂喂喂 你讲这个Threshing 你还是要定清楚一点 所以呢 他又出了一套书 叫Gamara Gamara就是去解释Mishnah 他总共包括了63个part 去解释这个6个older的东西 所以比方说 在这个Torah的里面 在讲说 安息日那天不可以做工 Mishnah会解释说 这个工是什么工 39种工不可以做 包括了这些 1234567 其中第一个比方说 是Threshing 然后呢 Gamara会去解释 什么是Threshing OK 什么东西不能做呢 他说比方说 你把这个 不仅仅是打骨子 Threshing的意思本来 是打骨子的意思 他就说 你现在一个 有纸的东西 你都不可以 把它移出来 比方说包骨 你们家那个 小孩子过来 跟你说 妈妈 你可以帮我把 这个Corn的 那个上面的 那个Kernel 给我移下来 我好吃 咬不动 不可以 这个时候 你不可以帮它 帮它Remove就对了 然后呢 你不可以拧毛巾 那个Washclothes 那个洗脸 以后呢 那个水湿湿湿 你不可以拧 你如果拧毛巾的话呢 就是Threshing 你在安息日那天 你也不可以挤柠檬汁 你不可以把那个 柠檬挤到 你的茶的里面去 因为那个也是Threshing 这些都是 他们的规矩 这个是Gamara的规矩 那到了近代以后呢 大概在 在主后 差不多600年左右的时候 他们发现到 出了很多新的东西 比方说 我可不可以坐电梯 我可不可以坐Escalator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去 Las Vegas赌博 我可不可以打 这个Covid-19的疫苗 这个呢 它后来有一个 新写好的 这个叫Responsa 所以你可以去看 可不可以坐电梯 可不可以打疫苗 等等这种东西 所以这是最基本的 最早是Torah 这是圣经里面的摩西五经 然后Mishnah 去解释Torah Gamara 去解释Mishnah Responsa 是比较modern的 以后他们就把Mishnah 和Gamara 加在一起的 就是桃木 那桃木呢 因为他们后来不是 被Exile到Babylon去吗 所以他的桃木 就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原来 留在耶路撒冷的 所以那个叫 Jerusalem 桃木 留在到巴比伦去 好像重新有修改过的 这个就叫 Babylonian 桃木 所以两个会有一点点差别 那全部加在一起 什么Torah Mishnah Gamara 然后桃木 管你什么 Torah 或者Responsa 通常加在一起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Halaka Halaka 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根据 就是他们叫 The Way 或是The Past 结果后来他们到 后期的时候 差不多在主后 四百年到一千两百年的时候 他们又发现到 这个Halaka 讲的还是不够啊 他们要开始 又要去像 Bible Study一样 所以他把Halaka 又加上一个 Agata 什么是Agata呢 他比方说一个 经文里面也讲说 该隐跟这个 亚伯去献祭 然后结果那个 该隐就把亚伯给剁了 然后他把剁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为什么 这两个兄弟 为什么会打起来呢 所以大家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就很类似我们的Bible Study 我们今天来讨论 这个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第三节 然后大家就会 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有的人就会说 哎呀 这个该隐跟他兄弟 他之间 可能有这种 经济上的这个冲突啊 或者说 他们这个信仰的上面 可能 某个信仰不坚定 所以他们会在那边争执啊 他们也许 有相同的这个 女孩子很喜欢 所以他们会 之间会 会有一种conversation 他们会聊天 他们会 会争执啊 那很多他们这种 agada在写的时候 像是用故事写下来的 或是像诗歌写下来 所以一个故事 会有不同的注解 很像我们现在的 Bible Bible的这种 茶经啊 或者这种解经的注解 通通写在一起 所以你把 哈拉卡和 哈拉卡和 阿嘎达加在一起呢 就是Midrash OK 所以呢 你常常这些名字 你听多了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知道 Torah是最基本的 然后Mishnah去解释Torah Gemara解释Mishnah Responsa是很modern的 然后呢 Mishnah Gemara 加在一起是 桃木 通通加在一起是哈拉卡 后来呢 又加上了一个 阿嘎达 Bible study 就变成了一个Midrash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它所有的这种 Culture不Culture 要这个 我们讲过 有两种的Culture 一种是Biblical 一种是Traditional Traditional是根据 Rabbi的Culture Observance 那它这个Rabbi Culture Observance 跟什么走呢 就是我们讲的 哈拉卡 就是刚刚讲 就几乎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一起了 OK 希望这样子能够讲 明白一点 好 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 立位记第一章 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地方 讲的是 从第一节到第八节 讲的都是陆地上的走兽 一些memo 所以耶和华对摩西 和亚伦说 你们小域以色列人说 在地上一切走兽中 可吃的乃是这些 凡提分两半 倒脚的走兽 你们都可以吃 什么是提分两半 就是它这个脚的上面呢 是Cloven hoofs 你可以看到英文版本里面 可以讲是Divided hoof 或是Cloven hoofs 或者是Split hoof Divided in two都可以 所以它提分两半 什么是提 这个Hoof是什么意思呢 Hoof是脚趾头的外面 还会有一个Bony的东西 把它盖起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敲一敲会很硬的 所以这个叫做Cloven hoofs 然后这个Hoof呢 不能就是只有一个以后呢 它变成要分裂成两半 它除了提分两半之外呢 必须要倒脚 像牛的里面有四个位 它可以倒脚 所以要两个都要 又要提分两半 然后又要倒脚 然后要Divided hoof 然后再加上这个Chew the Cod 这样子的话呢 才算是Cloven animal 才可以吃 我们知道它在分的这种时候啊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们念那个生物学 有那个借门钢木科属种 对不对 那如果是动物来讲的话呢 我们都是动物界的 我们也都是这种 有脊椎骨的这种 这种门 这种Phylon 我们也都是哺乳 从哺乳类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讲的是哺乳类 所以这是哺乳缸 然后到木的时候呢 人是灵长木 那有另外一种动物 他们叫Otimo Otimo就是有两个梯子嘛 他说现在其实有梯的这种 我们刚刚讲过梯 就是那个Hoof 那那个Hoof的意思就是 那个脚趾头的上面 还有一个骨头把它包起来 那现在其实所有的 有提动物里面呢 绝大部分90%都是偶提的 都是两个提的 那两个提的话呢 有的是分开 有的是会合起来 那当然那个有提里面 那个偶提动物里面 Otimo里面最大的一个 一些动物就是牛肋 那所以是偶提动物 如果是分提的话 它那个提会分开 Divided hoof啊 可能可以吃 不一定可以吃 为什么呢 因为它必须还要chew the cut才可以 但是如果它不分提的话 是一定不可以吃 OK 这是提不提 这个提子的问题 那什么是chew the cut呢 chew the cut是必须要倒脚 倒脚是属于Otimo里面的 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雅木 一个分出去叫反出雅木 反出雅木呢 就是ruminating animal 什么是ruminating animal呢 就是它的胃里面呢 有一个多余的一个胃 叫做流胃 其实像牛的话 它有四个胃嘛 虽然你看那个白线 它东西吃进来以后 从食道进来以后呢 它会进入到它这个room 流起来 然后过一会呢 它会吐出去 然后它再把它嚼一嚼 然后再嚼碎以后 它再回来 回来的时候就不去 不去这个room 流了 它就流到这个reticulum 然后呢 流到这个omarsen 然后流到这个abomarsen 不同的三个胃的地方呢 然后呢 就进入到肠子里面 然后去消化 吸收这个东西 所以呢 必须要有这种特殊的胃 它才能够吐出来 才能够chew the cut嘛 像你我如果 今天chew the cut的话 那就是什么 那hard burn啊 那要看医生的 那很痛苦的 所以呢 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吃呢 要体子要分开的 然后呢 要倒嚼的 只要两个都符合 才可以吃 所以接下去呢 四道八解 告诉一些例子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 它说倒嚼分体之中 不可以吃的是 是骆驼 杀翻兔子 为什么呢 因为骆驼 杀翻和兔子 它们倒嚼 但它们不分体 它是有这个chew the cut 但是它的体没有分开 那猪呢 也不可以吃 为什么 它是有分体 可是它不倒嚼 所以像这样的肉 这样的动物的肉 不可以吃 然后也不可以死掉以后 也不可以摸 所以规定的非常严 骆驼呢 我们知道是camel 那什么是杀翻 杀翻是rock badger 什么是兔子 rabbit 然后猪着pig swine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 它这个hoof这个东西 所以一个hoof就是 当它有一个脚趾头的时候 它外面有一个硬壳 一个骨头 把它包起来 所以有一种动物 像donkey 它们就这样包起来而已 所以它是有hoof 但是它不分 它没有split 所以我们知道donkey就不能吃 那如果可以吃的 比方说羊啦 牛啦 这一类 你看它就有两个趾头出来 然后它外面会有这个骨头 我给它包着 所以它这种的话呢 它这个hoof是split 这个就可以吃 那另外一种像骆驼 骆驼它其实 它只是两个脚趾头分开而已 它这个下面 你仔细看 它只有两个脚趾头出来 这个叫什么 脚趾夹出来 可是它上面 看到没有 没有那个硬壳 那个叫什么 那个骨头 把它包起来 所以它没有hoofs OK 它既然没有hoofs 它当然 它看起来好像是分题了 看起来像一个分两个 其实你仔细看它没有 因为它外面并没有这个 这个壳把它包起来 它是一个toe pad的东西 所以骆驼它是倒脚 可是它不分题 所以是不能吃 那这个什么是沙翻呢 沙翻我们讲是rock badger 它住在这个石头的上面 它为什么要叫沙翻呢 这个badger其实就是一种 那种雕刻 那种黄鼠狼那一类 这样比较好记 badger 为什么会叫沙翻呢 因为它在西伯来文里面的原文 叫chafon 所以chafon就是沙翻 这样照翻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中文圣经 不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中文圣经是直接去 从那个西伯来文版本翻译出来 就是当初圣经在翻译的时候 做得非常的好 不是说这个 西伯来文翻成英文 英文翻德文 德文翻法文 法文翻中文 不是这样子 它都是从原文翻的 西伯来文翻英文 西伯来文翻中文 西伯来文翻法文 这样直接去翻的 所以翻的这个非常精细 所以它就是这个沙翻 就是这种黄树狼 黄树狼它可以倒脚 你会看到黄树狼 很多那个版本 有的时候叫Hirax 有的时候叫Cony Rock Badger Safon 通通都可以 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这种老鼠 老鼠类的东西 那这一类东西 它们也是倒脚不分体 我们有一年去 那个阿拉斯加玩的时候 就发现到 有一只这个badger 在这个地方 哇 大家都挤过去看 第一次看到这个badger 长这个德性 其实像个大老鼠一样 你把他那个爪子 这样翻起来看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pulse 它没有那个hoof 所以它是倒脚不分体 所以不能吃 那沙帆呢 这个Safon 这个动物 其实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地方会出现到 像诗篇104篇 第18节的时候 也讲到 这个沙帆呢 它都是住在岩石的里面 它说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为沙帆的藏处 那在箴言第30章 24到28节的时候呢 就讲说地上的四个小物 非常的聪明 就包括了 蚂蚁 沙帆 蝗虫 手工 就是ant rock badger 蝗虫是locust 然后手工就是lizard 它说它们聪明 为什么 它说蚂蚁虽然是没有 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 它会去准备这个 再去准备冬天的粮食 所以它store up food for winter 所以它非常的聪明 Safon呢 这种rock badger呢 它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它非常的聪明 它知道 它要去一个 很可以被well protected地方 它去居住 然后呢 蝗虫locust 它没有一个领队 但是它们分队而出 像是一个army一样 它moving together like an army 那这个手工就是lizard lizard它是用爪子去抓墙 看起来像很没有用 可是它可以抓在什么地方 可以抓在king's palace的地方 所以它住在王宫 所以在圣经 箴言的里面呢 有夸奖 这个Safon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动物 可是不能吃 因为它道脚不分体 然后呢 兔子也不能吃 也是道脚不分体 你可以看到 你把兔子这样拉起来的时候 它也是没有hoof的 所以它是pulse 所以兔子不能吃 那猪呢 猪可以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猪蹄子 像吃那个卤猪脚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你前面这个猪蹄子 前头这个地方是很硬的 像骨头一样的 那个是hoof 所以它真的是divided hoof 它是cloven hoof 可是它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它不到脚 所以简单来讲 其实很简单 这种地上的这种memo 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你看得到的东西才可以吃 所以它只有 其实讲起来 只有三个family可以吃 属要是牛的 通通都可以吃 包括了牦牛 只要是羊可以吃 还有鹿可以吃 你不管什么羊 什么鹿 通通通都可以 其他的一概不可以 不管是什么 道脚不道脚 分体不分体 什么 所以猪狗 horse donkey monkey elephant 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吃的 所以可以吃的就是牛 羊 什么牛都可以吃 这么可爱的 这个是牦牛 根据规定可以吃 因为它倒脚 然后又分体 羊呢 这个羚羊 这个所有的sheep goat都可以吃之外呢 其实antelope也可以吃 gazelle也可以吃 那么漂亮的羚羊 舍不得吃 可是可以吃 还有呢 鹿可以吃 不管是deer可以吃 moose可以吃 这个是驼鹿 这个头上那个脚 非常漂亮 巡鹿 caribu caribu你如果到 像moose caribu你到阿拉斯加 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caribu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的圣诞老公公的 那个 那个有没有 那个那几只驼 它那个熏鹿 就是这个caribu 还有呢 elk可以吃 我们在加州 其实到处都可以 在山上可以看到这种elk 这个脚 这个脚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鹿 牛 羊 都是可以吃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dietary law 它主要就是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这样给这个犹太人来分开呢 第一个就是要让它跟旁边的人不一样 gentile pagan 这些 这些民族要不一样 免得他们到时候就跟着他们就跑了嘛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给了它这个律法 跟它说 你今天要分别成圣 你要被separate出来 那你愿不愿意这么做 所以它是给犹太人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 你如果能够愿意遵从这个律法呢 你就是顺服 真的会 obedience 然后你会separate to God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就是 其实它这种dietary law 可以把这犹太人保护得很好 我们已经经过好几次的这些事情 都可以看得到 比方说在 因为他们很多东西吃不吃的关系 所以把它们可以protect很好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4世纪那个大瘟疫 黑死病 black death 当时呢叫bubonic plague 传的到数都是 那个时候欧洲呢 总共死了25个million那么多人 全世界当时死了75个million 全世界那个时候 也不过也只有350个million而已 死了将近20% 那后来才发现到说 为什么只有犹太人不死 死的都是除了犹太人之外的人呢 就发现到说 因为他们不吃老鼠 有没有不规定他们这个 要倒脚分体的才可以吃 那老鼠没有分体 所以不可以吃嘛 他也大概也不能倒脚 虽然他们没有吃老鼠 可是其他的人都喜欢吃那个吃老鼠 就发现老鼠的身上呢 带了一种那个flea 那个那个跳蚤 跳蚤的身上有一种细菌 叫做Yersinia pestis 它是一种Granicative的细菌 或者叫他叫Cocobacillus bacterium 都可以啊 那种感菌 结果这种鼠疫感菌呢 你吃了老鼠之后 把它顺便吃进去 没有煮熟就 哎呀哇 全部都传这个到处 一塌糊涂的 那你这样讲起来 当时死了20%的全球的人口 可是犹太人就是因为遵循他们这种Dietary Law呢 被保护得很好 没有死掉 那你看看一下跟这个 因为我们在Bible Studies的时候 大家在问说Covid-19呢 Covid-19你知道现在的人口 我们已经将近8个Billion 7.9个Billion 现在按照今天 今天是几月几号 4月4号 儿童节 4月4号这个2022年 根据今天的这个谷歌上面讲的 大概呢我们这次Covid-19 全球大概有491个Million的Case 死了6.15 所以死的 我们现在7.9个Billion人嘛 所以死的不到0.08 全部都Round off的话 是百分之0.08 1万个人里面死一个而已 死8个 1万个人里面死8个 所以死的相当的少 所以呢你就可以知道 黑死病当时有多可怕 那黑死病那个时候 那个很多犹太人呢 都没有被受到伤害 就是因为他们这种Dietary Law的关系 那 那当时黑死病是怎么结束呢 黑死病其实不是因为什么疫苗啦 或者什么Antibiotics 抗生素而结束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抗生素 要到这个对付 鼠疫感菌的 其实它当时做出来的时候 不是为了鼠疫感菌 是为了TB 肺结核 可是因为他们都是相同 很类似的那个菌种 OK 所以后来是在1896年才开始 那个研究的 所以等于是 这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Bubonic Plague 黑死病已经过了400年之后 这个Antibiotics才出来 这striptomycin是最 最有用的一个 不管是striptomycin Gentomycin Cepro Doxycycline 这个都到后来的时候 才发现 发明出来的 那黑死病到底是怎么 怎么结束的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quarantine 就是当时 这是最早的quarantine 40天 你如果得了Bubonic 那个Plague的话 那自己要待在家里 观40天 它自然的身上那个细菌呢 就被白雪球杀掉以后呢 自然就好起来了 那当然后来 大家也都知道说 是因为老鼠的关系 所以吃饭要洗手啊 做主东西呢 要 要清干净 不要把那个 有老鼠大便的东西 带到嘴巴里面去 所以它那个 hygene跟salitation呢 也都进步 那当然 那个网坚也有这种讲法 说 因为我们的 human的DNA 有mutation 我自己不是 不是很同意这个讲法 但是你可以 看到有这种说法 那当然 400年之后有这个 antibiotics 出来了以后呢 现在就已经没有 几乎没有听到 应该是已经绝肌了 现在这种细菌的东西 目前还虽然是很好杀了 这个antibiotics 一吃下去 应该就没有了 那这个事情啊 我在大部分十几年前 我在念Bible的时候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我念到立位基石 我都这样翻过去 都没有很重要 在那边读 就有一次我在看电视 我不晓得大家 有没有看过这个影集 叫做The Big Bang Theory 它后来是播了 大概十四十五个season 以后结束后 大概几年前的时候 结束掉了 很好看 你如果 你如果有这个 HBO Plus的话呢 HBO Plus呢 你可以去找 它是season 2 episode 14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 他们在讲到立位基石一张 我当时真的是 看到这一期的时候 从椅子上跳起来 这个Big Bang Theory呢 它讲四个好朋友 一二三四 他们都住得很近 那这两个的话呢 是roommate 然后呢 在各自跟他们的女朋友 然后以后这些女朋友 都成亲了 都变成老婆了 就在讲他们在这个事情 那因为他们很聪明 这四个人呢 都是在Keltech上班的科学家 然后这三位是PhD 那这个是MIT的Master 所以他们常常在 讥笑着他 他叫Howard 然后这个叫Rodge 然后所以呢 有很多事情 他们就在那边斗嘴 那有一次他们就吃饭 就是一起 他们常常会晚上 买便当回来一起吃饭 他们那天晚上吃中国菜 就吃中国菜的时候呢 这个Howard 就吃完以后 他就说 嗯 我刚吃那个Mushy Pork 那个Mushy肉 好像吃完以后 不太舒服 我觉得我那个胃 我那个肠子 好像要有一个洞一样 就这个Rodge 是个印度人吗 Rodge 我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话 从椅子上跳起来 他说 Leviticus 11.3 利未记十一章第三节讲 Only that which parts the hoof and chew the cud Among the beasts shall you eat 你可以吃 你只能够吃那个 稻嚼 然后不分体的 所以就在讲Howard 你不应该吃猪啊 因为你 你这个Mushy Pork的话 你们犹太人是不能吃的 那是不洁净的 所以Howard就很生气 Howard就说 那你下次再吃Whopper的时候 那个Whopper就是那个大的 那个Hamburger 因为是Hamburger 是吃牛嘛 不是牛肉嘛 Rodge是印度人 是不应该吃牛的 他说那你吃牛肉的时候 你吃Whopper的时候 我们笑过你 所以我当时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真的跳起来 然后看完以后 我就赶快回去 把利未记拿出来 好好读了一遍 因为说哇 这个连这个Rodge都可以知道 Leviticus 11.3 整个章节可以背得出来 我们这个真正基督徒 怎么 怎么不好好读呢 所以看电视 可以学圣经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 那个例子 所以你们有空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Big Bang Theory 好我们接下去看 那利未记 11章第9节到12节 讲到的是水里的动物 他说水里面 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必须要有Fence 有那个翅膀的 然后有铃的 有Scales的 才可以吃 其他一律的 如果无铃无翅的话呢 不可以吃 所以简单讲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会有翅有铃呢 其实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科学家已经发现到 他鱼身上 如果有铃片的话 他可以把身上的那个毒素 排到这个水里面去 因为repell 那个toxins in the water 所以简单来讲 大部分的鱼通都可以吃 那什么东西不可以吃呢 就是没有铃片的鱼 他那个很多都是 鱼都是有Fence的 但是他有没有铃片 比方说Catfish Sorefish Monkfish Shark Stingray 亦有不可以吃 那除了这些鱼之外 其他东西 飞鱼类 比方说是像Sea Mammal 或者说那种软骨 软骨头的 没有骨头的那种鱼 像Jellyfish 乌贼 墨鱼 这个章鱼 这种东西不可以吃 还有呢 Shelfish 不可以吃 有壳的 为什么 很简单吗 一有壳 它是没有Fence 也没有那个铃片嘛 所以包括了什么 各式各样的贝壳 Lobster Abalon 那个还有Muscle Scalop Shrimp Pron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所以我们知道像Catfish 不可以吃 这个是真的是在念了Bible 后才知道 Catfish 原来是没有铃的 Sorefish 我本来就不吃 为什么呢 因为Sorefish 身上很多Mercury 我也劝大家 那个贱鱼 你去吃Sashimi的时候 离它越远 这个里面的那个 Mercury的含量 重金属含量 非常多 那这个是Monkfish 我们在查清的时候 有同学讲说 这是不是比目鱼 不是 那是Flounder 比目鱼是Flounder Monkfish 我还真没见过 看起来有点可怕 它没有铃片 所以不可以吃 鲨鱼不可以吃 Steam Ray 不可以吃 我谁去吃Steam Ray 好可怕 Eel 不可以吃 可是这个日本 鰻鱼饭是真好吃 这个你不要讲说 Steam Ray 有没有人吃 这个我后来去查了 它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那一带 它有一道非常 有名的食物 叫Samba Steam Ray 它就是把Steam Ray 拿来放在那个 那个芭蕉叶子上面 去做的 它叫Spicy Banana Leaf Steam Ray 听说非常好吃 不我只觉得 又不敢吃 那个Steam Ray 有点 看起来有点可爱 还有呢 所有的Sea Mammal 不可以吃 Dolphin Porpus 那个Dolphin 和Porpus 其实是相同的 都是海豚 只是这个海豚的 那个嘴巴 是比较 比较方 就是比较宽一点的 不像一般的 Dolphin 那个嘴巴 细细的 然后它有 很多的区别 什么牙齿上面 不一样 Behaviour上面 不一样 但basically 它们都是海豚类 海豚类 海豚是不能吃的 你不要讲 这个所有的Sea Animal 列在这个地方 你如果去Google 上面查 都有人在吃它们 像Utter 这个海踏 然后这个Sea Sea 海豹 Warris 这个什么Whale 都有人去 吃的一干二斤 这个在这个 立位纪十一章里面 就是规定说 犹太人是不可以吃的 还有就是 Soft body 不可以吃 Jellyfish 海蛇皮 他们一定是不吃的 Cuttlefish 翻成是乌贼 或是鱿鱼 Cuttlefish 和Squid 都是十个脚 应该讲十个手 因为它这个头的下面过来 就是这个手 然后这个后面 才是它身体的背后 那我后来也是因为 你在念立位纪的时候 才知道说 原来鱿鱼和墨鱼 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八爪鱼 很容易认 八爪鱼是八个脚 Octopus 但是我跟你讲实话 Cuttlefish和Squid 我很难分 就一直到念这个 立位纪十一章 之后去研究一下 才知道 那Cuttlefish的话呢 它很小 它大概只有 四十三个公分而已 然后它的眼睛 是W型的 它W型的时候 它就说 因为它是色盲 它看不到颜色 它只有黑白两个色而已 但是呢 它这个如果是W型 它那个鱼刚好游过去的时候呢 它会经过 那个什么反射 什么有的没的 然后就可以看出来 那个鱼的颜色 然后就可以一口把它吃掉 这个很有意思 那这个Squid就 这个Cuttlefish 鱿鱼 其实是很小的 这个乌贼 鱿鱼是很小的 可是墨鱼的话 Squid的话呢 就很大一只 Squid呢 你看这么大一只 它可以 根据它那个 谷歌大哥上面讲的 它可以长到 三十九到四十六 四十六尺 我大概只有五尺 那么高而已 所以你看 哇 它比我高好多 我如果在水里 遇到它 我想我可能会被墨鱼吃掉 那根据 网路上面在那边解释 这个有一些 动物学家出来 就说它可以长到六十五尺 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 这么长 你看它这个地方 有示范一下 哇 这只墨鱼是真大 你记不记得台湾夜市的时候 我们去吃 那个烤鱿鱼 你如果下一次去吃 你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是烤鱿鱼 是Cuttlefish的话 就会比较小 因为它最多 最多只有四十三公分 可是你如果是烤墨鱼的话 Squid的话呢 就会比较大只一点 美国人很喜欢 把这个Squid 切成这个地方 拿去煎 你如果去那个 Olive Garden的话 你可以叫Calamari 这个都是Squid OK 那中国人喜欢吃 烤章鱼 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个是八爪鱼 这上面有那个吸孔 一个一个一个的 OK 所以鱼的部分呢 就到这边 然后十三节到十九节 会讲到那个鸟的地方 Birds have flying things Basically 就是跟Eagle 跟鹰啊 鸟啊 有关系的 都不可以吃 比方说Eagle啦 Vulture啦 Buzzer Kite Falcon 它中文翻 鸟狗头鸟 红头鸟 药鹰 所以这个鸟就是 老鹰 Eagle Vulture它翻成狗头鹰 这个Vulture 通常是什么 就是有死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下去吃 吃那个死掉 动物的尸体 还有这个红头鹰 这个叫Buzzer 然后有Kite 这个是Kite呢 是它翻什么 药鹰 然后呢 Falcon Falcon呢 它翻成小老鹰 其实Falcon可以长得很大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呢 乌鸦不可以吃 Raven不可以吃 还有呢 就是又跟老鹰有关系了 像这个 什么 鸵鸟 就是Ostretch 夜鹰其实就是一种 O 就是一种猫头鹰 Seagull 海鸟也不可以吃 Hawk也不可以吃 Hawk Falcon都是跟鹰有关系的 通常都不可以吃 那还有蕭鸟 蕭鸟其实就是猫头鹰 还有呢 鲁驰 鲁驰其实也是猫头鹰 然后还有就是猫头鹰 不可以吃 狡吃也是猫头鹰 也就是说猫头鹰 都不可以吃 所以你看它这个 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 那讲到这个蕭鸟 我跟大家提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读过 那个浦松林 清代浦松林写的 聊斋之一 它里面总共有12篇 12个段落 每一个段落又有十来个 这个故事 其中这应该是 第12段落的地方 它提到就有一篇 叫做鸟 或者是蕭鸟 它这个故事很好玩 它说 常山 有一个县令 它姓杨 它非常的贪心 它在康熙 以害年间的时候 因为西塞在用兵 它们在打仗 所以它们要跟 民间的商人 去买罗马 可是这个姓杨的县令 它就不用买的 把它抢过来就对了 所以它当时在 它管理的这个 长山县就抢了数百头 那四面来的这些 卖东西的 这个叫孤客 代价而孤 对不对 要卖东西的人 没有办法控告 都会被它抢走了 所以它刚好就在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三个其他县令 来这个地方出差 一个姓董 它是异都县的县令 还有莱坞县的县令 一个姓范 然后另外一个姓孙 是新城县的县令 它就在这个地方 结果就来了 两个山西的商人 就在那边跟它告状 说我们的那个骆驼 我们的罗马 被抢走了 四批都被抢走 我们现在回不了家 他说麻烦你去跟 那个姓杨的县令 跟他求一求 还给我们几只吗 我们就去 就可以回家了 结果这个姓董的 姓范的姓孙的 去找了姓杨的 以后姓杨的就说 我告诉你啊 我这个 不要去管人家的事情啦 这个我们来 行酒令好了 我们来喝酒好了 那酒令行的时候呢 要讲一个天上的东西 一个地上 地下的东西 一个古人 然后呢 这个古人手里 拿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嘴巴里面 说什么东西 我们来做酒令 所以他第一个就讲了 他说天上有月轮 地下有昆仑 天上有这个月亮 月亮地下有昆仑山 然后有一个古人 叫刘伯伦 然后他的左手 拿了一个酒杯 然后他嘴巴 他就说什么话呢 他说酒杯之外 不需提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姓杨的先令 跟其他三个人说 你们就不要啰嗦了 就喝酒就好了 所以这个姓范的 这个先令就接下去 就说好 天上有广寒宫 广寒宫就月亮里面的嘛 对不对 地下有秦千宫 前清宫 然后有一个古人 他叫姜太宫 姜太宫呢 一个首领拿的是钓鱼杆 然后他讲的是 愿者上钩 所以这个故事的典故 大家知道吗 因为姜太宫那个时候 年纪很大了 他要出来做官 可是他就想说 要愿者才能上钩 所以他去钓鱼的时候 他那个钩子 是直的 不是弯的 所以就被那个 当时的是西汉人 那个看到了 然后那个 那个人就请他 那个皇帝就请姜太宫出来 他就讲了一句 你在这钓什么鱼 他就愿者上钩 所以他就拿这个故事 来做一个典故 所以呢 那个讲完以后呢 姓孙的那个先例也讲说 天上有天河 地下呢 有黄河 有一个古人叫萧河 他的手里拿了一个大清律 他说是赃官赃利 萧河我们知道当时是跟 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有那个萧河 月下追韩信 有没有 韩信后来死的时候 他也讲过一句话 叫陈也萧河 拜也萧河 都是讲的就是 这个萧河的名字 那这个 当然在杨县令听了以后 他就有点蚕色 他想一想看 他说好 我再写一个酒令 他说天上呢 有林山 然后地下有泰山 然后有一个古人 是寒山 寒山他左手拿了一个扫把 然后扫把他就讲说 他讲的 嘴里讲的话叫 个人自扫门前雪 就是跟他讲 你们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不要去管人家的事 喝酒就好了 你知道寒山这个人 也很有名 在唐代的时候 我不晓得 你们应该都听过这个诗词 唐代呢 有两个和尚很有名 一个叫寒山 一个叫石德 所以有一天 寒山就问石德说 如果世间傍我 欺我 入我 笑我 亲我 见我 恶我 误我 然后骗我 如何处置乎 石德那个和尚 就跟他讲说 让他 忍他 由他 避他 奈他 敬他 不要理他 且待几年 你且看他 记不记得这句话 这个就是寒山跟石德 当时讲的话 所以寒山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位诗词家 一个和尚 所以他就讲说 他这个 古人有一个寒山 他手里拿一个扫把 跟大家讲 个人自扫门千学 所以大家就在那边 觉得很不自在的时候 突然之后 来了一个 这个少年 这个少年呢 就说 那你们在行酒令 我也来讲好了 怨献 楚饶 楚饶就是那种 像是园丁 那种做的事情 就是讲说 我这个小默默 我也来 我也来讲一讲 我的意见 好了 那大家说 好啊 这个英雄出少年 你来讲 这个少年 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天上有玉帝 地下有皇帝 有一个古人 是叫 红武诸皇帝 手持三持剑 道士 贪官包庇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这个一定是在 讲这个杨县令 你是在贪官包庇 那这个诸 诸红武 这个皇帝呢 他因为他以前 做过乞丐 所以他以后 做了皇帝之后 他非常痛恨 这个贪官 所以他有一个律法 在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律法 叫剥匹玄草 就是把这些贪官污吏呢 逮起来了以后呢 他会把他的皮 皮整个扒下来 扒下来 当然这个人就死掉了 他把扒下来以后呢 变成一个人形的袋子 然后里面放那个草 稻草进去 然后悬挂适中 所以这个叫做贪官包庇 所以这个少年人呢 就首读诗书 所以就讲了这个例子 所以他当然 那个姓杨的 就非常生气 你知道那个诸红武 我不晓得最近 我们看那个上时的 那个连续剧 那个大陆拍的 一个连续剧 非常好看 好像四十集的样子 上时里面 这个王 就是朱章基 朱章基是什么王呢 他是 那个朱远章 就是那个朱红武 他是第一个皇帝 明朝第一个皇帝 你数过来一二三四五 第五个皇帝 就是朱章基 也就是上时里面 徐凯扮演的那一位皇帝 所以我自己本身 很喜欢看上时了 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不喜欢吴景言 可是我觉得上时 那个编剧 编得相当的好 所以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他这个就等于是 这个朱红武的 第五代的 这个子孙 这个上时里面 还有个很好玩的地方 为什么 上时里面 这个女主角呢 叫做姚子晶 然后这个姚子晶呢 这个曾经在 在这个剧的里面 他得了一个失语症 所以他当时呢 被发现到 他得失语症以后 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太医 叫圣尹 这个圣太医呢 他就拿这个 半夏厚蒲汤 还有这个 加味甘菊汤呢 只要两帖子下去呢 就他就可以讲话了 所以最近不是呢 Bruce Willis 犯了那个失语症了吗 所以我就常常 我就在Facebook上说 嗯 也许应该要跟 Bruce Willis讲一声说 是不是应该去找 一位中医来问诊 看看能不能把他 这个Aphacea 用那个自然疗法来治好 希望这个Bruce Willis的病呢 赶快那个好起来 那也跟大家推荐 这个上时 猪红武 好我们回来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 这个少年就出来 就说天上有玉帝 地下有皇帝 有一个古人呢 叫猪皇帝 他手持三十件 道士 贪官剥皮 所以当时呢 杨先玲呢 就气得要死 把他骂 说何处狂生感人 你这个哪里来造反 一个小年轻的 居然敢这样子 这样子讲我 就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少年 砰轰一下 月灯机上 化为萧鸟 就是化为了 这个猫头鹰 一下子出去 而且他还大笑 哇哇哇哇哇 那这个故事的结局 就是说 其实一般人 非常讨厌 这个萧鸟 猫头鹰叫的这个声音 觉得他的声音 很不祥 好可是呢 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呢 在里面讽刺 这个信仰的先例 所以呢 当时呢 世上的人觉得 他的这个提升 这个萧鸟的声音 听起来好像凤凰在叫 哦好好听哦 所以你看我们的圣经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古书 连在一起 很有意思吧 好 萧鸟 好 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 不能吃呢 这个醍醐 醍醐呢 就是pelican的意思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那个 不是宋子鸟 这个醍醐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那个像一个 那个布袋一样 布袋鱼 布袋鸟 这种东西 里面可以放很多 很多的鱼 可是呢 如果你去看很多 英文版本 它翻的是jackdow jackdow 其实是一种 黑色的小乌鸦 的那个形状 但anyway啦 就是这种鸟 都不能吃就对了 然后凸雕不可以吃 这个凸雕通常就是 就是跟那个vulture 是一样的东西 它这个叫carry on vulture 就是有死的东西的时候 它会冲过去吃 还有呢 罐不可以吃 罐就是stork 我们一般讲的 宋子鸟 像这种也不可以吃 heron也不可以吃 heron就是路斯 路斯那个最有名的 就是一个单脚直立 所以这一些东西呢 通通都不可以吃 还有一个东西 不可以吃呢 是hoopo hoopo这个东西 中文翻成代人 这个人就是 这个头上的罐的意思 所以有可以 就是叫做 头上胜利的意思 所以它有时候 也可以叫成 代胜 也可以这样翻法 这很有意思 很漂亮 还有呢 蝙蝠不可以吃 bat不可以吃 你看到没有 这在立位记的时候 就讲bat不可以吃 你不晓得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 好像是2011年收的 老电影 叫做contagion 你若没看的话 这部电影一定要看 为什么呢 因为contagion 很像我们的COVID-19 那当时呢 就在讲说 这整个突然一下 就是造成了一个 很大的疾病 死了很多人 所以他们就回去找说 这个病因在哪里 就在发现到 是这个女主角 这个Gwen Paltrow呢 她经过香港的时候呢 跑去一个酒店 吃了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就是吃了一个猪 觉得很好吃 她要跟厨子握手 那厨子呢 在处理猪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个蝙蝠呢 下了一坨 那个分泌物 在这个猪的身上 所以她当时 处理好以后呢 她没有去洗手 她没有洗手 她就这个 Grandpa说呢 就说 这个厨子做得太好吃了 我要今天给她握一个手 她出来的时候 就把这手在围裙上 擦一擦 她出来握了手 哎呀不得了了 像这样子的 就把这个蝙蝠身上的病毒 就传开来 就造成了这个病源 Contagion 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觉得相当 相当有意思的一部电影 所以蝙蝠是非常脏的 一种动物 常常都会有人 在那边讨论说 奇怪蝙蝠身上 到处都是 都是这种Virus 怎么它自己 不会死在自己的身上 很有意思 所以呢 这个不能吃 古时候的人 这个我是绝对赞成 蝙蝠是不能吃了 那关于这种鸟类 这种Bird 它其实在里面 并没有讲说 什么东西可以吃 什么 它只告诉你 什么东西不可以吃而已 那就是你念完以后呢 去study的话 你就发现到 它有一种东西 叫Culture Fall 就是关于这种家禽类 所以你要吃的是 比较熟悉的东西 比方说鸡啦 不管是公鸡母鸡都可以 小鸡都可以 Cornish都可以 还有呢 鸡鸭 火鸡 这种东西吃吃就好了 其他的东西 都不要乱吃啊 刚刚讲的那些 什么小鸟 猫头鹰 都不要吃就对了 吃的时候呢 它这个Culture 讲究得非常清楚 要怎么样去宰它 怎么样烧它 那个血要怎么样丢掉 也要很小心 还有Utencil 用 是那个杀的时候 用的这些用具 Clean的用具 也都是非常 规定的非常非常严格 我们知道立位纪十一章里面 并没有告诉我们说 什么鸟是可以吃的 但是specifically 提了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二十个鸟 是不可以吃的 然后你仔细去看 那二十个鸟里面 为什么不可以吃呢 他们解经家就在讲 说很多是predator 很多是掠夺者 然后有的是scavenger 像我们刚刚讲 那个vulture 它专门吃死尸的 所以像predator 或者scavenger 它们在进食的时候 它们在吃掉 其他动物的时候呢 很可能会把那个动物的血 一起喝到它们的身上去 所以我们知道 在圣经里对血 是非常慎重的 所以有二十种的 这个禽类不可以吃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会把 十一章整个总结调念完 OK 我自己觉得立位纪 蛮好玩的 希望你们也觉得很好玩 好 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晚安